原本是想說可以提早退休 現在可能就變成可能沒辦法 因為家裡也要生活的支出 以前是生產產就有很好用 現在是做還要死還要賺錢 我已經76歲了 我現在自己競爭會做 不用說拿小孩拿這樣就好了 我剛剛退伍了70年代的退伍 連加班一個月就5萬多了 那時候錢它很大 現在 現在錢 越來越薄 物質的上漲沒有用 現金勞工的縮影 退休兩個字不敢想 年輕的也很擔憂 怕賺的不夠多 就是物價一直在上漲 然後你可能維持一樣的 儲蓄的水準的話 怕會趕不上 然後薪水一樣一樣低 會有點壓力 倒退的薪資搬騰的物價 讓民眾出現了財務焦慮 積極些的提早做理財規劃 我真的懂得投資理財的 應該是你的收入去檢掉 儲蓄才是支出 對 這是很重要的 星期六一早 台北市的咖啡廳裡 一群人正在討論如何投資理財 皮德林姐講的 投資跟投機 你現在看起來它有點投機對不對 如果它知道要做什麼 這個投機就不行 就跟你去抓毒蛇 你知道你的風險在什麼位置 用抓毒蛇來比喻 在古海裡的進攻 他是人稱台東大叔的缺右上 是美國華爾街知名的財務規劃師 他在2014年 誠心平鑑的 1700檔大型基金裡 操盤曾名列第一 他操盤的基金績效 自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 連續8年繳出年付利17%的好成績 大幅打敗了 美國標普500的14%獲利率 更在2015年 擊敗股神巴菲特的投資績效 被路透社稱為 擊敗華爾街的台灣烏魚小字 這個股票我當時買的時候 是我當時股市外賣點的 我選它原因第一個 因為我一直要比較安全性的切 它是2008年的時候它是3成 金融海嘯的時候它最低價的樓板價 撐在那裡是38萬 那我要選一個就是說 金融海嘯已經過去了 品質不會比金融海嘯差 台下慕名來上課的同學努力抄筆記 卻右上也不立即分享自身的投資哲學 畢竟這是他30年古海裡 付出慘痛學費後得到的經驗 那時候我這個教授是哈佛大學的PhD 那他同時也是CFA美國 非常難考的一個叫特許分析師的 他當年發表的論文 是被指定一定要閱讀的 那一年他在美國公讀器管所 一股腦的把爸爸抵押房產 換來的8萬塊美金 大約350萬台幣 交給老師代操股票 結果慘賠 1987年美股有一天 崩跌22.6年 那他跑去買了齊全 就是買了保險 他方向判斷了 他就一直都是買往下跌的 結果停住之後沒有跌就往上 股市往上走 我們那個合約就一個一個失效 所以就一個一個抵押 研究所一邊 屁股兩個字 破產 但這樣的經歷 並沒有因此把他擊垮 反而燃起自己學操盤的決心 為了找出對的方法 他努力研讀各學派的投資精髓 因為巴菲特說 投資就是兩門客 投資標的的估值 這樣東西值多少錢 你能不能估得出來 如果你不能估得出來 你就心頭抓不定了 第二個巴菲特講 你要正確看待股價的 正常走勢 因為股價 有時候你買它就上去 不代表你買對 一買就下跌 也不代表你買錯 不過投資標的該怎麼選 他建議不管是台灣50 或是標普500 能納入指數中的企業 通常都具有良好的企業體質 跟成長潛力 長期持有這類的股票 風險比較低 台灣的0050 過去這麼多年來的紀錄 大概是在7%左右 6%到7%的投資報酬 這是台灣股 但不要 台股過去這麼30年來上下震盪 他更用七二法則 來概算投資頒備所需的時間 標普500 平均報酬率9%到10% 經過8年財富就能翻倍 過去15年 平均股利率7.1%的台灣50 約10年 如果存在銀行 則需要72年才能翻倍 再度顯示負利的差距 他還提醒不同年齡層 要有不同的投資配置 依你的年紀來分 比如說新年你是30歲 那就30%的公債 一個50歲的人 就50%的公債 剩下的就買股票 投資全台灣最好的前50大 0056 你要如果鼓勵要高一點的 你可以用0056 然後再加上標普500 美國500家大的公司 再加上一個公債 全球性的公債或美國公債 這三個工具把它組合就好 旗幼上還拿出巴貝特和合夥人 猛格的論點 股票投資要鎖定競爭力強的好公司 也不買便宜又不好的公司 而這可以從生活裡觀察 像我統一金融海礁 從50幾塊跌下來 我就想說統一企業 天天都用得到 我就在20幾塊買了 買了之後我就沒有管他到 我認為他只要金融海礁一過 他一定會回到高點50幾 果然就回去了 回去我也沒有賣台積店 我在2011年就買了 到現在漲了5倍多我沒有賣 你們跑來跑去的有賺5倍嗎 但也坦言難免有摔跤的時候 我曾買過一家 以為老闆很不錯的大壩店子 也就是我今天跟他們講 我參加那個海外招待我 我覺得這個老闆好像還不錯 結果全培產 全培了 還好不是買很多來 來看一下 哈囉 它的毛利率31點多不錯 比鴻海的34來得高很多 它年成長如果說基區年成長是37 然後我們來看 我們看一下它的盈餘EPS 在這裡 6塊到7塊 3塊這個是過分的 針對毛利率盈餘開線圖 一一分析討論 每每聚會總會吸引不少民眾來聽課 在高雄開診所的醫生王欣 就是其中之一 基本上課程都非常的一些生動實用 對一些年輕人都有很大的一些啟發 不是說一些死板板的課程啊 照表操課這個樣子 而且會因材施教 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王毅世代應該也最讓我們聽起來 就比較安心的就是說 他10%是過癮的 9%是進入債券的 那他連選公債他都要有一點刺激 那沒辦法 這個是他已經 只有這個的投資哲學 只有他自己去心中 我之前是沒有投資其他的 因為我很怕就是我很保守 我很怕說會虧損什麼的 所以我就不太敢投資 因為老師講那個 我們的錢會被通膨也吃掉 然後你的存款越存會越少 滿顛覆原本的想法 39歲的小資女張施莉 遠從彰化原林上來 過去對理財保守的他 透過老師的方法 把辛苦存下的 100萬積蓄投進股市 短短一年就獲利了20% 我會希望說我的投資是 我可以就是睡得著的 然後不用擔心 因為風險很大的 所以我就買了台灣最好的公司 就是台積電 我三批進 反正我的成本就是落在220左右 對 然後到現在台積電是漲了 27多嗎 272好像昨天 我們投資的一個概念 就說是讓全世界一流的企業家 魏林剛 那從自然生活中 找群投資的標的是最好的 像7-11 國際性的話就是統一的星巴克 那這一杯果汁是 是我們獨創出來的 這下的課堂 投資專家搖身一變 成了養生果汁達人 我們的臉皮帶紙 都沒有丟掉 來 你喝一口看看 我說這個是叫水果的交響群 這個就像很多種口感的味道呈現 我常走的晚上的一條路 有時候月光掛在 月亮掛在上面 有些人幾十億七百億 但是所作所為 不值得你賺多少錢 其實可以挑開 就是人的價值裡頭 不應這個金錢 一個土生土長的台東大叔 站在激烈的華爾街股市經濟場 用自己的方式打敗股神 也大方分享投資秘訣 讓大家都能實現 理想的財富人生